好,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大袋东西 对,它看起来很像垃圾 因为装在这个塑料袋 但它里面每一样都是宝物哦 好,那这一袋呢 就是我之前去漫单他们家的那个 warehouse sales 买的一些特价商品 现在就来跟你们一座分享 好,首先第一个买的是这个 这个是Bifesta他们家出的那个 卸妆湿纸巾 然后这一个呢 是跟Hello Kitty联名的 然后当时因为是warehouse sales 所以买的价格真的 超级超级便宜 我忘了这个价格是多少 好像十块或一下吧 对,但是如果你去开价 这样子单买一包 要十多块新币 然后这一款卸妆湿纸巾 它是有grantening 就是提亮的功效 然后里面呢有46片 这么多 然后买这个主要也是因为颜值啦 就是跟Hello Kitty联名 然后刚好我十月尾要出国嘛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带这个去 应该会很方便 这个 这个是Diane他们家的那个护发油 然后呢是摩洛哥压根的护发油 然后这个买 当时买超级超级便宜 我这样子在那个 特会价买啊 这样子一瓶 它这个是有60ml 我当时这样子买一瓶 大家猜猜看多少钱 才新币4块钱呢 4块钱新币哦 而且是当时那个人是说 可以就是保存肌油5年这样子 这一瓶啊 就是原装这一瓶 你如果在Warsons开价买的话呢 一瓶要大概 新币10多块吧 16块到18块9之间 然后这个护发油呢 它主要就是可以帮你修护你的头发 很干燥的话 呃 但是实际上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等用了之后呢 再跟你们做新的分享 真的是太便宜 值得买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买了一包这个Dolly Ring 他们家的假睫毛 然后我买的编号呢 是9号 叫Natural Dolly 我买的编号是这个 然后Dolly Ring他们家的商品啊 其实在Warsons也可以找得到 那他们比较出名的是他们家的 可能睫毛膏啊 眼线品之类的 那 这个 这个 假睫毛呢 其实在开价卖的价格 我个人觉得以这样子两副来说 还挺贵的 但这个我在Redhouse Sales买呢 这样子一盒 新币12块 但是如果在Warsons开价买的话呢 这样子一盒要大概 24块9吧 就是还挺贵的 所以当时买12块呢 就是等于像是一个半价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然后很便宜 然后再来呢 它这个 这个型号啊 它里面其实是很自然的那个梗 然后是根根分明的这种 所以我觉得戴起来应该会 很舒服很自然吧 好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 这个呢 是Befesta 他们家的那个泡沫 洗面乳 对 然后就是 非常非常的便宜 这样子两瓶新币10块 对 因为是特惠家 然后呢 这样子你如果单买一瓶的话呢 在Warsons开价买的话 大概是新币10多块吧 就是大概16块到18块左右 对我不确定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但是在特惠家买非常便宜 才两只才新币10块钱 好 然后这一次呢 我买的这个粉红色呢 是Moise 就是保湿款的 然后蓝色 蓝色这个呢 是亮白款 那它这个呢 就是你挤出来 一挤出来 它就是整个是泡沫 所以你就可以省很多时间 不用用什么起泡网啊 去起泡 这样子 我觉得很方便 接下来呢 啊 同样呢 就是 买了 这个眼影 这个是Kiss Me 他们家的四色眼影 那我买的颜色分别是 01号 04 还有02 重点是 这样子3盒啊 新币5块钱 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然后呢 如果你这样子一盒呢 再开价买的话 大概要 新币可能10多20多块吧 10多到20多块左右 看这边它会价买3个5块耶 怎么可以不买对不对 简直是太划算了 好然后呢 这个01号呢 它是 呃 一个比较 比较浮金色吧 叫Yellow Sapphire 然后呢 这个 02号是叫Beige Gold 就是一个比较 自然的大地色 然后再来呢 就是04号 叫Rose Garden 然后它的 这个颜色呢 是有一个红色的 在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 呃 红棕色的一个感觉吧 Kiss Me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那一个睫毛膏啊 还有它的眼线比 所以对它的眼影 可能大家就是 没有很熟悉这样子 那我也是第一次 尝试它们家的眼影 好那我就来这边给你们做一个 简单的试色好了 好给你们试一下04号 好它包装是长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金属的一个设计 它的颜色还蛮美的 就是开起来就是这样 四色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海绵头 好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红色 我当初会选这个色号 也是因为这个 颜色好饱和 天啊 它的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它颜色超级饱和的 有没有看到 粉质也很细耶 好给你们试一下那个 那个棕色好了 你看我只是这样轻轻一抹 我没有说很用力去搓 它颜色的浅色度超好 真的很漂亮 好给你们看一下 它颜色很美 饱和度很高 然后再来就是粉质很细 然后它的颜色真的是很美 它是有带那种细细的烛光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光泽感还蛮不错的 重点是它的显色度非常非常好 你看它颜色很饱和很漂亮 好接下来同样呢 就是入了这个 Spring Heart的眼线一笔 然后三个呢 同样的色号呢 是01号黑色 那这个价格也是超级无敌便宜的 也是同样三个五块钱新笔 如果去开价买一支可能都要十多块 好然后呢 因为当时其实 它剩下的色号也不多 就只剩下黑色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 就直接入了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开来用 所以等用了之后呢 再跟你们做心得分享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大袋东西 对 那这一袋东西呢 是之前我姐姐去日本的时候呢 大概八月份的时候回来 我托她帮我买的一些商品 就是都是一些日系品牌 可能就是在新加坡比较难买 或买不到的 好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眼线液笔 然后是 就是美少女战士的眼线液笔 这个我在新加坡有看过 但是价格不便宜 然后当时呢 我看到的是 只有这个眼线笔 就是没有这个盖 没有这个版本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不是我托我姐姐买的 应该是她自己直接买来送我的 然后她这个就是 色号 天哪 通通都是日文 我看不懂 那我相信应该是黑色吧 因为她这边 这边就是有一个日文字 然后是黑色的 所以我相信她的这个颜色 应该是黑色 除此之外就是没有一个字 我看得懂 对如果你们懂日文的话呢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呢 她这个就是有附送一个这个盖 所以呢 你如果不要这个普通盖呢 你就用这个 然后擦上去 就很像那个 美少女战士的魔法棒一样 是很可爱的一个眼线笔 接下来呢 同样也是眼线笔 就是我托哈宝 买了一支 这个love liner的眼线液笔 这个包装呢 原本是很漂亮的 就是打开很像一本书一样 但是因为我姐跟我说 她觉得那个包装很 很占空间 所以她就把包装给拆了 然后就只剩下这样子 带回来给我 真的是气死人 好 那love liner的眼线笔呢 就是长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色号我买的是黑色 就是我觉得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 也是我近期长期都 一直在用的一款眼线液笔 因为我觉得 它的那个 颜色的显色度很好 你看 很流畅这样子 然后呢 我现在自己在用的是 棕色 对 棕色跟黑色 就是交替着来使用 所以我就想说 叫她帮我囤一套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护唇膏 就是这个 这个是DHC他们家的护唇膏 然后这个是跟 Halukity联名的 但是这个护唇膏 我没有叫她帮我买 应该是她自己买的啦 然后呢 DHC他们家的这个护唇膏呢 我没有用过 所以呢 在这边我没有办法跟你们 分享它的质地 这个品牌呢 是一个日系品牌 然后在新加坡也找得到 但是 如果要找这种联名款呢 新加坡是没有的 DHC他们家的 保养品啊 坦白说我 我个人觉得还好 没有特别喜欢 我之前的空瓶剂 有吐槽过他们家的那个 磨砂膏 真的是 超级难用的 所以呢 我对他们家保养品 没有很好的印象 也没有的 也没有那种很好的感觉 那这个护唇膏呢 对 它虽然是长得很可爱啦 就是有Halukity这样子 但是至于好不好用呢 等我 试用了之后呢 再跟你们做新的分享 接下来呢 就是 我还拖我姐 帮我买了一瓶这个 Anasia的防晒 就是金色这一瓶 然后它是SPF50 PA4个加 这款防晒呢 其实之前就已经进入了 新加坡的Watson有售卖 新加坡这边卖的价格呢 是新币39.9 就是还挺贵的 所以我当时就以为说 日本会可能卖的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就叫她帮我买一瓶这样子 那日本那边的价格呢 兑换成金币的话呢 这一瓶呢 是大概新币30块9毛 对就是便宜了几块钱这样子啦 就是没有特别很大的价差 我不确定是脸跟身体可不可以用 但我相信应该是可以 因为它这边有个日文字 我只认得一个这个盐 说脸的意思啦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脸跟身体都可以用的 然后这个质地呢 我在Watson有试一下他们家的质地 我觉得还蛮薄透 蛮容易推开的 所以这个我还蛮期待来使用看看 我相信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啦 就是还蛮红的这款防晒 大家应该对它也不陌生这样子 然后呢 重点重头戏来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Saporino他们家的一个早安面膜 Saporino同样是一个日系品牌 然后在新加坡这边 比较难找 但是我之前经过Sasa的时候呢 他们有这个面膜 但是当时我看的时候呢 它好像架上只剩下一包 然后是这个 同样是这个的 然后呢 当时的价格我忘了是多少 好像新币20多块啦 就价格还算是中等 但是它当时只剩下一包 所以我当时在Sasa就没有买 后来我知道姐要去日本嘛 我就托她帮我找这个 但是这个面膜啊 其实非常非常难找欸 因为它在那边呢 就是跑了很多家药妆店 然后都找不到这个大包装的 然后她有发简讯告诉我 说一怎么办 我去了好多间都找不到 然后后来呢 她就发了一张图给我说 她只找到那种小包装的 然后当时其实我的心情是 蛮紧张又蛮失望的 怎么办啊 找不到这个面膜 然后当时她就问我说有小包装的 你要不要 然后当时我的心情就想说 好吧 没有鱼虾也好 对不对 所以就说好吧 那你帮我入小包装的 后来我不知道她到底 就是跑了几家药妆店 才拿到这一包 就是大包装的 然后这个呢 是cosme排行榜第一位 所以我相信在日本啊 台湾应该是真的是很有名 就是卖到缺货这样子 好然后她这个口味呢 是这个酪梨的口味 我相信应该是保湿款的吧 我不确定 因为这个我没有用过 还没有开来用 然后后面通通通都是日本 我也看不懂 但是根据我对她做的调查跟功课呢 就是每天早上洗完脸之后呢 就是擦了化妆水 然后敷这个面膜大概一分钟 然后就可以拿掉 然后她就是帮你就是 很快速的达到一个保湿跟醒敷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期待来使用看看啦 好接下来呢 这个商品我也是个人非常非常期待来使用的 首先就是这个 这个是Excel他们家的那个眉笔 那Excel这个呢也是一个日系品牌 就是非常可惜 就是在新加坡没有卖 那这个眉笔呢 我买的色号是PD13 叫Ash Gray 然后呢她是 一边是这个眉刷 然后另外一边是那个眉笔 中间打开呢就是那个眉粉 就是跟那个Loreal这个很像 但是她这个呢我还没有实际的用过啦 所以同样也用了之后呢 跟你们做新的分享 但是这个我个人是真的还蛮期待来使用看看 好那Excel呢我还叫我姐呢 帮我买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四色眼影 那我买的色号呢是SR03 就是一个比较大地色的一个色系 这个我就不给你们做试色了 因为我还没有开来用 就等用了之后呢再跟你们分享它的使用感 这个我相信应该不用介绍啦 就是网络上也很多人推荐也非常红的一样商品 好再来呢就是 呃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这个是一个西油面纸 呃这个是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赠品吧 就是可能我姐姐她不要了 她就可以直接丢给我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西油面纸啊 就是没什么好推荐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在Mini Street他们家买了一些保养品 好那首先买的第一样呢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眼霜 然后是他们那个无激花系列的眼霜 呃 它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抗老系列的一款 然后呢 呃 我这个已经使用了大概几次吧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质地 好它质地就是这样子 它的质地是一个膏状的质地 就是比较 嗯比较稠一点点 然后它的滋润度很好 我觉得呃很保湿 然后它的滋润度对我来说也是相当足够的 所以我个人呃最近还蛮喜欢用这一款眼霜 但是这个眼霜呢 我只会在呃晚上的时候用 因为我觉得它的 以它的滋润度来说呢 我觉得白天用的话呢 可能呃 呃会比较稍微有点太粘腻太 rich的感觉 接下来呢 呃同样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面膜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火山泥的面膜 然后会买这一款面膜的原因是因为呢 呃 我当时跟柜姐说我想找一款就是 可以清理粉刺的一款面膜 然后他就推荐我这个 那这个面膜呢 呃我还没有使用过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 呃做心得分享 但是呢 我觉得它的 这一个系列应该是还算不错的 ok它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质地 因为据柜姐跟我说啊 它的这个 呃清洁的那个 那个效果跟那个清洁力呢 是还蛮厉害啊 还蛮强的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期待来使用看看 所以同样呢 等用了之后呢 再跟你们做分享 好 那呃 这一次柜姐也送了一些赠品给我 好 首先就是送了一条 这个是 哦他们家那个 彩色面膜 然后是美白款的 然后呢 还送了我这一套 这一套是那个 呃旅行组的那个 呃保养品 是那个绿茶 Green Tea系列的 好 然后呢 还送了一套 这个是他们家的那个美白 呃 美白毛孔的那个组合 都是旅行套装组啦 所以也刚好 因为我10月份要出国了 我就是有送这个 这个cream啊 然后还有些他的那个洗面乳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我又不多做介绍 除了保养品呢 我还买了就是 这一袋 好 这一袋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一袋呢 就是 这一个 呃 就是他们 今年9月1号上市的那个 my palette系列的那个眼影啊 然后有 呃就是腮红啊 就是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这个呢 我在这边 就不做试色了 我会把连接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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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会把连接放上来 然后我会把连接放上来 所以你们可以点过去那边看 好 就给你们大概看一下 他这一次 做的这个包装 然后他的眼影呢 就是这样子 单颗眼影的 对 我在这边就不做试色了 然后你们有兴趣看试色的话呢 可以点过去那支视频看 我会把连接放上来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的八九月购物分享 真的是非常非常长 东西也非常多 那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也会喜欢这支视频 那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然后在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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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